今天讲的是那个HJCN 然后它是发表在那个三吹报AI上的那个一篇会议论文 那么首先它的使用的数据集的话是这个使用的是滴滴出行的 然后区域的话是这个济南和西安的 然后那个数据集的采样频率的话是十分钟 然后这两个区域的节点数的话就是有这个第一个是561第二个是792 然后它这个数据集的划分就是62260%作为这个训练机 20%作为验证机 20%作为测语机 然后它数据的这个标准化方法就使用的这个Syscore 对差不多它那个节点应该是指的那个路段 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路段 然后它所针对的问题的话就是以前的问题就是基于图卷积的方法 它忽略了由这个路网构成的这个微观的层级结构和由区域构成的宏观层级结构的关联 然后所以它就基于这种微观和宏观的层级结构构构造了这种混合的一个图 然后它的特征的话 它的那个图特征的话就是由这个V1A节点V 然后它是有N个 然后由这个临界矩阵A来表示这个顶点间的关系 然后A的话是这个N成N的范围 然后对于给定的一个时间P和一个节点它有D个特征 然后如果是对于这个全部节点的话 那么它的特征为数是这个N成N以D 然后如果是给定这个历史T一个时刻的话 那它这个所有节点的那个范围是这个N成N以T成N以D 然后那么再给定这个T一个历史时刻 然后去预测这个T二个未来时刻的话 然后那它只需要通过这个模型F来进行预测 然后这个 这个I的话就是给定的一个节点I就是节点I 对 对 就是1到大N个节点 然后它的维度就是N成N以D 然后这个T的话就是这个大S就代表是给定时刻T 然后它的所有节点的特征 然后一直到T一个时刻嘛 所以就N成N以D一成N以D 然后它的模型结构的话 那么最左边的话是这个它又构造了两个图 第一个图的话就是它所说的这个微观图 也就是这个路网的那个空间TOP图 然后第二个是由这个路网TOP图通过这个剧类方法得到的一个区域图 然后后面的中间这个部分就是它进行这个分别两部分 上一部分的话是对这个区域的这个图来进行这个图卷积提取空间特征 然后下一部分是通过这个也是通过图卷积对这个微观图进行这个提取特征 但是它在提取特征的时候 它把这个宏观图的这个特征与这个微观图的特征进行了融合 然后再提取特征 然后最后一部分就是它的那个输出的那个最后一个输出的模型结构 然后得到最终预测结构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它这个图的构造 那么先说这个微观图的话 微观图的话它就是这个根据那个道路的临界矩阵来进行构造 然后它这个临界矩阵这局的话 就是这个AIG表示这个I和J的这个节点的关系的话 它是用这个GPS距离来表示的 然后它如果是大于这个预局的话 那么它是零 如果是小于这个预局的话 那它那个它俩的距离是多少 就是多少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它这个微观图上的那个顶点的特征的表示 就是N乘以T乘以T乘以T乘以D 然后那么它由这个微观的图 然后构到了这个临界矩阵 然后进而呢 它通过这个普居类的方法 然后把这个空间图的这每一个节点 它划分了指定类别 然后在这个示意图里面是它一共划分了四个类别 然后那么对应这个 这个对应它划分之后的这个区域图的话 那么它的那个每一个节点特征的话 就是这个用这个 这个图的节点特征用这个大XR来表示 然后这个R的话 NR的话就代表它这个通过普居类将这个图划分了几类 那就是NR类 然后时刻的话也是T一个时刻 然后每一个节点的那个特征为数还是那个大D 然后那么它这个划分 它就是通过这个普居类之后 然后就每一个节点就会有一个类别 然后它把这个类别呢 映射成最后的那个 像它的示意图所示 这几个节点它是属于这个蓝色类别 然后它就映射成那个蓝色的点 然后红色类别就是红色点 然后把那个 如果这个蓝色类别中 与这个红色类别的这个点相是有连接的话 那么它在这个大类里面就也给它做上连接 然后从通过这种方式来构造了那个区域图 就宏观上的那个图 然后那构造完这两个图之后 那么它在这边分别是做了这个两个线性 全链接 然后提升它的维度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做这个 两个图的一个融合 那么这个融合的话 它是首先构造了一个这个变换矩阵 这个变换矩阵的话 就说如果这个 结点I是属于这个区域G的话 就属于类 那个某一个类别的话 那么就是1 然后那个变换矩阵的维度就是N乘以R 这个就表示这个 当前这个节点属于哪个类 就N乘以R嘛 一共有R个类嘛 如果是其中某一个类的话 那个类的值就是1 然后其余的就是0 然后那么通过这个变换矩阵的话 就能把这个区域举件FR 这个FR的维度就是刚才所说 NR乘以T1乘以D 把这个FR应效成这个NR应效成这个N 然后它在最后再做这个拼接的话 就是把这个 这个是原始的那个微观图的那个特征 然后与这个区域图的那个特征 做进行拼接 那么它拼接的话就是 最后这个FR就变成了N乘以T1 然后乘以这个R乘以D1 就在这个最后一个维度上 然后直接进行这个拼接 这个是R 对这个是F 就是它那个 就是那个 应该就这个 就是微观图的它那个特征 就微观图的特征 对那个FR的话指的就是这个 FFR红观图的那个特征 对 然后它把这个特征进行拼接 生成这个Fout 然后再 然后同时它这个它是在这个 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这个 它这个融合矩阵的话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变化矩阵 T串 TRN 这个这个举阵的话 它应该是随着那个输入的 呃 时刻的不同 它会产生一些不一样 它这个变换关系 不总是这种 呃 01表示的 然后它 所以它就在这里加了一个 这个attention机制 呃 这个U1U2U3都是一个 这都是这三个可学习参数 然后啊通过这个就啊 这个公式来进行这个生成这个异地 然后通过这个sigmoid的异地 然后乘以这个串来对这个啊 刚才所说的那个变化矩阵 然后进行这个变化 呃 对 因为它它这个是有好多个啊 它是由这个呃 不同的不同的在不同时刻去进行了 不同的这个卷积之后 得到这个这个结果 呃 刚开始的这个在在这里用的话 在这里用那个啊 融合矩阵的话 是经过这个线性层之后 然后后面是经过这个图卷积之后 然后又用到这个线性啊 融合矩阵 那么呃 通过这个卷积之后的话 这个f和fr已经产生了 变化就和原始通过线性层的不一样 然后所以这个异地也也跟原来的不一样 然后 呃最后这个 它这个变化 呃 关系也就产生了变化 呃 然后这个融合的方式还是相同的 都是这个将这个fr映射成到这个 呃 n维空间里面 然后在与原来的这个if进行这个啊 在这个最后一个那个特征维度进行拼接 然后生成这个fout 呃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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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说一下他这个 呃 special temporal block 就是这个卷积的那个模块 它的卷积模块一共有三部分构成 然后第一部分的话就是这个 呃 用这个 就是tcn吧 用tcn来做这个时间上的卷积 然后中间的话是用这个图卷积来做这个空间上的特征 然后最后再加入一个这个attention的机制 那么首先说一下他这个 嗯 图卷啊 那个空啊 时间卷积上的那个对就tcx 呃 这这块 然后呃 这个这个phi的话就表示这个tcn的那个卷积盒 然后x就是输入的那个特征 呃 然后他在这里的话 他是用了那个 呃 扩散卷积嘛 然后就这个dl表示这个扩散的系数 然后他对他卷积之后 呃 我们输的这个x是经过了这两个 嗯 和就合并之后 所以这个x最后以为他是二乘以第一 二乘以那个d嘛 然后他在这里把这个呃 分开 然后这beta1的话就表示那个第一个d 然后这就就n乘以t乘以d 然后这个beta2也是n乘以t乘以d 就在这里 呃 他是第一除以2 二分除以2 呃 呃 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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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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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对这两个分别来进行这个运算 就相当于一个呃 能控机制 然后最后得到那个tcn的结果 但是我有一点没看明白在这里 就他嗯 他最后的tgc的这个维度是nr乘以t乘以d嘛 如果是合并起来没有问题 他那个刚开始是两倍的d输入 他除以2就变成就还是第一嘛 嗯 但如果在上面的话 他这个第一除以2 那就是真的是二分之一第一 然后最后他怎么能还是第一呢 他这可能我不知道没读明白还是他反正是下面这个肯定没问题 但上面这个还用这个公式来写的话 我觉得这这就不合适了 嗯 然后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个他进行这个时空时空啊 时间卷积结束之后就再把这个结果输入到这个空间卷积里面 然后这个空间卷积的话卷积盒的话就采用这个呃 WaveNet那那个东西就是就是WaveNet 它是结合了这个dcrn的这个呃 上面一部分卷积 然后加上一个他自己那个自适应的那个卷积 就是他那个呃 就声称一个可学习的图嘛 呃 就是这个aadaptive那个图 然后进行卷积 然后那么他做完卷积 他他也是 呃 对这个做完卷积之后 然后因为他也是看底下这个 这个他是把融合了之后 所以他那个带d啊 就是是两倍的d 然后他还是这个呃 直接这个除药 然后分开 然后做了一个门控机制 就是他进来h乘以b 然后加sigmoid的称影 为他然后得到最终的这个卷积结果 然后同理这这里如果用用在上面的话 我觉得他这个第一也也不太合适 呃 然后的话就说一下他这个adaptive的话 他呃 的构成的话 就是跟那Graph WaveNet差不多 就是也是用这个啊 他首先先生成两个这个可学习的参数 一一和一二 呃 通过这这俩啊 相成之后就变成了一个n乘的一个矩阵 然后呃 然后然后他他只是做了一个规义化操作 就是取这个矩阵的这个呃 这个叫什么呃 初度 然后然后然后再再构成那个对角对角矩阵 就是度对角矩阵 然后再啊 再再给他盛回了 然后就就把这个adaptive矩阵进行了这个规义化操作 然后剩下一部分就是那个呃 他的这个注意力积据 然后与刚刚所说的那个相同 他也是通过这个U1U2U3这三个参数 然后构造了一个矩阵E 然后在这里是对这个E的规义化 然后把这个E'乘以这个X 就是呃 经过这个TCN和GCN得到的这个 他提取了时空特征的这个特征矩阵 然后呃 乘以一匹的 然后进行了一个 呃 注意力积据 呃 然后往下的话啊 这里他是在论文里面是给了一个算法 就是他这个呃 Special Temporal Block的这个整体流程 就是说他输入的特征是这个 X然后他的维度是呃 N乘以T乘以D 然后输出的维度是这个S3 然后他经过了这个呃 TGC也就是说的这个呃 时空特征 呃 时间卷积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图卷积 然后第三个是那个呃 呃 Attention机制 然后在最后的时候他还做了这个Batch Normalization 然后得到这个Sperial Temporal Block的输出结果 呃 那么他通过这个呃 多个这个Sperial Temporal Block的堆叠 然后把最终的这个结果输出到这个呃 预测的那个模块里 这个预测的模块 他在这里面是有两啊 经过了两个这个Temporal Block 然后所以他呃 在这个预测模块 他先做了一个这个Skip Connection 那么他那个Skip Connection的话 就是由这个第一个Blog输出来的这个Fout1 然后与这个Fout2 然后在在这里进行相连接 因为他呃 有这个时间卷积 所以他这个在时间这个维度不太一样 然后他就是去呃 相同的时间维度 然后进行拼接 嗯 这个这个含义就是呃 呃 去所有的顶点 然后-TW一直到这个最后一个时刻 就为了与这个Fout2这个时间保持依据 然后最后这个是所有特征 然后然后然后进行拼接之后进行软路 然后就是呃 两两个全链接 然后得到最终的预测结果 呃 他这个含义就是把这个第一个Blog的这个 就第一个Temporal Sperial Temporal Block的结果与第二个Temporal Block的结果进行一个拼接 拼接的方法呢 就是直接相加啊 啊 取他们那个时间相同的那个维度 然后直接相加 然后对就就就就 嗯 然后他的这个优点的话就可能是通过这个谱具类 然后对这个图进行了一个具类 然后构成了一个区域图 然后同时联合这个路网图来进行这个联合的预测 然后就准备了 然后就准备了